刚刚是讲的是2K乘8的芯片 如果说要用2K乘4的芯片组成8K乘8的 有什么办法呢 那就把两块芯片来组成8位 我们刚刚的位扩展 就像这个74LS138一码器 这个前面的连的我们就不画了 跟刚刚的是一样的 就是G1G2A 这G2B 就是CBA 那么我们画的时候 假如我们从Y0输出一个 Y1输出一组承煮器 输到这块承煮芯片 一码电路应该怎么办呢 用两块位扩展 不过刚刚不是一块芯片做一位了 一块芯片做四位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来画一个 我给画一个示意图 这个 快一点 然后这个是A10 就是假如到A0 是吧 W1 W1 W1接CPU的 WR 这个画得不对了 这个是应该A10到A0 这个 CPU一别的A10到A0 芯片上的A10到A0 然后这个骗选信号呢 是在这儿 但是它只有四根数据线 所以我们再来一块 这个上头呢 有一个CS 这个上头CS 要选的话 我们两块芯片一块选中 这个打一个 就是都选中 但是数据线 这个芯片上的 就积到D7到D4 这块芯片上的数据线 就积一个D3到D0 因此呢 就是 这个 例子呢 就是 字跟位都扩展 字 位 都扩展 位扩展 就是一块芯片只有四位 这一块 一块芯片做D7到D4 这数据线 就是高四位 另外一块芯片呢 接D4位数据线 两块一拼起来 就是八位 要选中的话 某一个单元 大家都选中同一个单元 假如零单元 五单元 都选中同一个 所以两个一拼起来 就是八位 那么其他的这个 连接方式呢 跟原来的是 类似的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承储器 扩充里头的 智位 都扩充 好 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刚刚是讲的 第一个大问题 就是 如何把小容量的 承储器 给它组合起来 组成容量比较大的 就是承储器 前面的承储芯片 组成承储器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8086 就是承储器 跟8086CPU的连接 所谓的跟8086连接 是这样要考虑几个问题 具有地质问题 还要考虑就是自尝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是八位的 这个就给大家看一下 写到这边看不见 太亮 就是承储器 于8086CPU的连接 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设计思想 也不要叫你们做作业了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问大家的问题 它这个是 书上的229页上 有一个例子 就是什么呢 我写一下 这个题目的要求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设计思想 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Epilom 2732 它每一块的乘出容量 是4K乘8 就是4K乘8的Epilom 2732 这些的 每一片是这样 要给它组成8K字 也就是8K乘以16位的乘主器 这是牵涉到字 字呢 在8086系统里头 它有个既有地址问题 然后呢 我们在6264 这个是rem rem芯片用的是6264 64它是 容量是多少 8864 是吧 那就应该是 8K乘8的 62是表示rem 64是表示 8864 8K乘8 要求组成8K字 这个是一样的 你们说像这样的题目 有哪几个问题 跟刚刚的比 刚刚的这个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片数 你们说要多少片 想想 思考一下 嗯 这就是 2732 要多少片 8K乘8 除以4K乘8 所以应该是 8K 8K乘16了 字啊 写错了 8K乘以16 因为它字嘛 每一块芯片 4K乘8 应该等于4P 对吗 第二个芯片是 6264 那就是 8K乘16 除以8K乘8 8K乘以16 除以8K乘8 等于两片 芯片的数量 是这么多 这是第一个 算一下 这当然说起来 很简单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 就是 RAM 6264 是 只读 因此呢 控制信号 只能有一个读 你不要把写 写弄来 然后这个 哦 这个不是只读写错了 怎么搞的 就是可以读写 RAM 是可以读写 这个 一匹龙 只能是 只读 所以呢 上面一块 芯片是 多个写都要连 这个是只读 然后第三个问题 我们这个 提摩率 他说是 8086CPU连根 这个哈 所以呢 就要考虑到 巨偶地质问题 巨偶 地质问题 巨偶地质是什么 基地质体 基地质体 它的那数据线呢 是接 什么 就是 基地质体 它本身有一个 的确到 D0 8位 假如说是8位 那一块芯片 它接到CPU去 应该接CPU的数据线 的哪个 应该是 接高 8位 D 就是数据线 它应该接CPU的 D15 到D8 那么 偶地质体呢 它是 数据线是 接 D7 到D0 所以也是挺啰嗦的 所以这个我就说了 也不要求你们设计了 就这些思想 要不我们前面讲 基地质 偶地质体 有什么用 第四个问题 最麻烦的问题 你们说我们刚刚是 买块芯片的容量都是8K乘8 或者都是4K乘8 都很简单 其实它有的是4K乘8 有的是8K乘8 那两个不同容量的芯片 混在一起 应该怎么办 未扩展好办 那几块并起来 所以这里呢 就是要牵涉到 就是芯片的容量杯子 我就说了 这种可能作为问答题 不叫你们 要设计你们画 就没那么多时间画 所以应该是分接 一码 那你们说应该取大的 一码一出来取大的 还取小的 应该取大的 那是一块8K 一块4K 我们一码去 要是要把一码去送出来 肯定应该是 以8K为基准 是吗 Y0 8K Y1 8K 那么Y0假如出来了 8K出来 你再去拿一根地质线 出来 再去给它分一下 所以呢 要分接一码 这个是最麻烦的问题 而且是要取大原则 取大的来一码 那么像GD字体 OD字体要用到什么 A0和BHE 所以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图上 怎么来设计的 我们讲了就几点要注意的 大家知道就行了 我们看一看这个 你看 这我爸已经写了 设计的时候 GD字OD字的时候 要用到A0和BHE的功能 626是读写 一个是只能只读 2732只读 容量不一样 那么怎么来分 然后呢 我们这个 跌路设计的时候 控制信号 怎么来考虑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简单点 其实地址是000 我如果再来一个800 D00 什么可能就更麻烦一些了 那么我们就是 因为是8K 8K的话 可以是用 8K几根地址下 13根地址先是吧 那应该是A12到A0 但是呢 我们这个要把A0拿出来 区分既有地址 所以呢 我们这个选的时候 就是我们看一下 就是完整的跌路图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简单讲一下了 就是我们书上也没画完整 第一次的画得更少 然后给它画完整 完整以后 我们这底头还有点问题 G2A G2B应该加一杠 表示低地址有效 这少加了 那现在呢 假设我们用了A19 A18 A17 这个地址范围 其实地址是0000 地址范围能找出来吧 你看 A19 A18 都是0 那么我们把这个MIO 还是接到G1去 A19 A18 这是什么 赋语门 货门 两个都低的时候 输出低 这个A19 A18 是等于0 A17 也是等于0 然后呢 16 15 14 GCBA 所以我不说有好多人 他写 写那个画图的时候 都是乱画的 就是把14搞到上面去 然后16 搞到上面去 17 搞到底下去 那是 那一码出来的地址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就是 是吧 所以尽量 把次高位的地址放到CBA CBA上不要再去接一大堆的逻辑电路了 尽量的逻辑电路应该是接在控制信号端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几步吧 现在先看看 这个四款芯片是吧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 Epilom 这个是RAM RAM四款芯片的话 这两块 这两块一个座高八位 GD字体高八位 Od字体低八位数据鞋 这两组是一样的 这个两个平起来可以组成一个字 这个两片组成一个字 这两个就是芯片加起来跟它的容量也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这里呢 GD字体 Od字体 我们刚刚看了数据线是这样连的 是吧 地址线呢 是A12到A1 A0干什么 A0要拿出来区分 GOd字 还要有一个别区 A0所以不能放在这个印码器里 BH1 也是要拿出来 你看区分 BH1拿出来是分 就是GOd字 是不是这样的 BH1 这个连到这个GD字体吧 BH1另外一个有效的 也是到GD字体 A0等于0 你看上面一个 这道这个Od字体 A0等于0 这道下一个Od字体 所以A0和BH1 来区分GD字体 还是Od字体 然后我们 看看这块芯片呢 这块芯片如何来区分 GOd字体啊 它这个因为 它有两根 骗血信号 这个骗血信号 这就是 叶马选上 另外一个骗血信号 可以用来区分GD字 Od字体 这个C2还是有点问题 原来的书上 没有一杠 所以现在呢 应该怎么办 这C12 应该没有一杠 那前面加一个反向区 A0接个反向区以后 接C12 别区一接一个反向区以后 接C12 不要加一杠 这个图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几步 所以现在只能是这样了 第一个 一接一马跌路 当MIO等于1的时候 这个A19 A18 A17 都等于0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控制信号是100 可以选中这个芯片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A16 A15 A14 A14 等于 这三位等于全零的时候 Y0有效 是吧 Y0有效选中什么 就是8K的 RAM 对吧 Y0 但实际上它的芯片只有4K 那么如何来区分前4K跟后4K 前4K后4K加起来的话是8K 是吧 就是从0一直到4K解业单元 后面一个是4K到8K解业单元 所以呢 我们这个一马以后 这个猫是它两个 两个写示器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取大的来区分 Y0还是Y1 Y1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EPILOM 它这就比较简单 来一选就两块芯片都选中 但是到底是选中基地字体 还是OD字体 由CE2来决定 没有非 CE2那就是A0等于0的选中 这个OD字体 BHE等于0的选中基地字体 所以这个REM的部分比较简单 那么这是第一步 就是一马部分 就这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二级一马 因为我们讲了后面的只有4K乘8 怎么二级一马 应该把A13拿出来是吧 A13等于0选中一组 A13等于1选中第二组 就前4K跟后4K 那这里头的A13是什么 就到芯片上了 这块芯片上是A13到A1 而这个上头它没有A13 只有A12到A1 所以把A13拿到外面来 再来区分前一组跟后一组 这二级一马 第三个呢 我们看看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2732是指度重处器 就这个2732指度重处器 这个是RAM读根写的 一个是指读 这个是指读 这个是读写 对于2732 一屁了我们来讲 它的控制端 它只能记一个O1 也能不 是吧 只能记一个O1 接到计算机的 只读端 只能读是吧 写没有吧 这块芯片 它是怎么连的 读跟写都有 所以就是 一屁了我们只读 这个是可以读写的 这是第三个 然后呢 这个就基地子体 O地子体 我们刚刚讲的 基地子体是 高八位数据线 O地子体是 低八位数据线 这个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这有两个 骗学信号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呢 你们可以 自己画一画 画了它 把这个地方 西医还是有问题 就是要考虑到 多写 基地子 O地子 然后最麻烦的 就是分界页码 所以我 如果再出一个思考题 我不要搞这么复杂的 又是EP了 我们又是 又是RAM 那我就用个 4K乘8的芯片 跟2K乘8的芯片 混在一起 你们说怎么搞 那就把大的 芯片大的 你给它弄出来 然后再拿出一位来 区分 就是小容量的 再来区分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 在那我们就把 这个乘除其的设计 如何跟CPU连 就结束到这 希望大家能做 一下作业 做一下CT 看看怎么来设计 最后这个第五阶呢 就非常简单的 讲一下了 就是乘除器的主要部分 都介绍完了 就是乘除器的空间分配 就是乘除器的空间分配 就不做要求了 就不做要求了 我们要看 有空看看也行 就是早期的设计 我们就讲到嘛 乘除器非常之贵 价格很昂贵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 讲一下 就是早期的设计 就是早期的设计 早期的设计 价格昂贵 因此呢 它这个组成 组成 都是容量是640克 当初人家就觉得 这么大的容量 不得了 实际上呢 可以允许装640克 都装不满的 装一点点 乘除器 所以你要云也好 要什么图像处理 都是非常困难的事 随着芯片的就是这个价格 不断的降低 现在呢 通常就是8086的是 你们说多少 乘除容量是多少 一兆币是吧 80286是16兆 我们这个计也没有意义了 就是就知道 8086是一兆币 80286什么 我们不管它 332位机 它这个呢 可以是4个GB 也就是2的32次方 通常我们现在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买的计算机 容量有多少 512兆 还是什么 原来是120几兆 像那个硬盘容量 我在07年的8月份 买了一个500G的 160美元 这样就是 就是硬盘 500G 然后是160美元 在国外 反正就 网上订一下 马上就送来了 就背回来了 因为有各种程序数据 照片什么都可以放在里头 真的是已经比较便宜的了 是吧 这是硬盘 这是硬盘 现在的计算机 反正我们学生买一个 我叫他 他说不行 你再买一个 显示器还是好的 就是一斤显示屏嘛 那个主机就1800块钱 配的好像挺不错的 再买一台计算机了 就很便宜了 那老早的真的是 他就把这个640K组成就给限制了 有的人企图改变这个 不行 没有人用你的机器 把这都是操作系统就这么限了 那么这个容量怎么个分配呢 我这里还没有必要再仔细去讲了 以后我再想 如何用Windows来再做 现在可能还是要用到DOS 我大概的就是画一下了 这个书上一堆 你们也不用去多管了 这个地方就是640K 人家以前老用天文数字来形容 实际上现在看是多么的小了 那么这个是 这个叫做RAM 这里头呢 用一个中段时量表 我们不是有类型从0到2555 每一个中段时量的话 应该有四个字节是吧 N等于0到FF 一共要占掉 这个地方中段时量表 从0地址单元开始 那你们说关机以后 它不就中段时量都丢掉了吗 一关机丢掉了 一上机系统都会给你装好了 零 类型号为0的中段 它的中段时量表的入口地址放在0单元开始的四个字节 里头的是吗 然后呢 这个是用来做除法错 就是被除数为0 或者是就是放不下吧 我就说结果 中段时量 然后去这个地方呢 640K叫做常规内存 这也要叫convention convention convention conven 这个常规内存 简单讲一下了 这地方呢 这地方呢 接着呢 就是IO缓冲 嗯 画的就不太好了 这叫sharese ram吧 我们往上画一点 就 就 sharese ram 128K 还是ram 这个叫sharese ram 你们这个数据啊 显示到承煮器上去 数据放在哪的 显示 ram 现在呢 显卡上 有GPU 里头可以很多的并行的CPU放 很多CPU 就是叫什么在里头 然后还有好多的内存 我们最刚开始起步的是这个 然后你显示的数据是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呢 什么B800 什么H开始的单元 还是要兼容 就像重新设计操作系统不行了 那么多的机器都出去了 然后上面呢 就是LOM 这个地方是LOM 写的不成比例了 就这是256K 我写这么小的 然后再上头就是扩展的 扩充的 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extend的 extend的 扩展的 扩展的 相当哇沙库吧 有很多 那么当时呢 还有这个叫expand 就把写程主器坐在外头 影射到里头去 所以我们这里的就不仔细讲了 也就是怎么来的 反正这个地方 常规内存 它还是640K 限制实了 如果要用斗死的话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显示RAM 显示RAM不够的话 在外头扩充 现在显卡上有很多的RAM 然后往上就扩展的RAM 刚才是16VG 扩展多少 然后这里还有一段什么东西 我们就不讲了 就是基地质是FFF 断基地质 偏移量是FFF 然后一照以外的 就这么一个区域 还有这样的叫 高端的亥内存 高端的内存 就反正这些 所以我们大概的讲一下 那么现在我把写字器的 少来讲一讲 写字器呢 它有第二个 就是写字缓冲器 现在可能也是 没有时间给你们讲 这些东西了 刚开始是单写 这个单式写字器 它没有色彩的 每一屏是80乘25个字符 等于2000个字符 这个是每一屏 每一个屏幕 它可以写是这个 那么每一个字符 有两个字节 第一个字节呢 每一个字符呢 两个字节 这个最后也讲了 一个字节呢 讲一个字节是放ASKMA 另外一个字节呢 用来放 第二个字节呢 放字符的属性 这个属性呢 就可以包括 亮度是多少 闪不闪 背景是怎么样 前景是怎么样的 就是 就是不写了吧 就是亮度 闪不闪 闪烁不闪 前景还是背景 所以呢 它这个容量应该是 整个的容量 应该是 200个字符 2000个字符 然后呢 每一屏了 每一个字符 是两个字节 每一个字符 一共呢 要4KB 刚开始的单式写示器 它的范围 就是什么 B000到什么 它都给你分配好了 所以刚开始写示器 写示字符的 不能写示图像的 那是 后来呢 就是彩写 彩写的话 它的缓冲的承煮器 就是你们财神显示器 那些东西存在哪的 是从B800H开始 现在依然是这样 我后来在设计那个高档层住 高档计算机的这种管理 都是从B800H开始的 它就是兼容性 没办法了 那么现在的呢 新的计算机 就是现在的PCG 还要跟这个兼容 就是现在的PCG 它主要是要兼容 它的显示缓冲器 我们就做高档机的时候 还是从B800开始 跟前面的接触 依然是从B800H开始 来存放你要显示的内容 这个是一个 完了以后呢 就是过去的计算机 是用点证 以前都是用点证 来表示字符 表示字符 所以很难看到 那么就是这个 就算机上一行一行一列 都是一个一个点 有点的就是显示出来 或者是隐含掉 点证的字符 放在什么里头呢 放在LOM里头的 所以这LOM里头 都给你放好了 现在呢 不用这个 我要写这个东西 你看它是一个一个个点 做图像处理 有时候它在 现在呢 用这个叫 使量来表示 用使量 来描述 这个使量呢 就是使量来描述 这里头有个使量库 使量库里头 有一个一个小图形 所以是有送体啊 黑体啊 然后在文德式的摩罗下 以文件的形式 都存在盘上 所以看起来的字符 是录出之漂亮 光滑 不像原来这个A 我们以前用的 这是A 是这样的吧 对吧 当然我们现在 叫你们做作业 从显示ABCD 它可能就 A可能只能这样来显示 对吧 B 可能只能这样来显示 期段显示 ABCD不能写 现在的多漂亮 因此我们很多同学 不会写字了 其实在这里头 还是要错别字 现在 我不是说高考一分 错一个字口一分 今年开始 今年高考这样来 我现在要改好多论文 非常伤脑筋的 就是改错别字 其实是好多错别字 这里头也有一些 受不了了 因为现在它真的是 就有始量苦 非常之的方便 非常之 然后图形显示的时候 就是字符 就是有 始量字库吧 不知道怎么这么漂亮呢 是吧 因为字符都有 只要会用就行 图形显示呢 我们这个一个屏幕上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是一个一个pixel 比如说是1024 乘以728个像素 这些东西 为什么在这儿讲一讲呢 都在显示缓冲里头 显示器的提高速度 我后面再会讲到 SIMD指令 SIMD MD指令 Single Instruction Martic Data 单指令 多数据 一条指令可以 并行 执行很多 但哇 这个潜力还不太够 如果说在显示卡 显卡上 再搞清楚 用一些open键 也可以把速度提高很多 那么我们现在呢 是1024乘728个像素 像素呢 叫做element 或者叫pixel 你处理图像的时候 都要去一个一个点 八个点 组成一个字 一个字节 然后呢 那这里可以有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呢 要RGB 如果是黑白的话 它是不是黑 就是白 那么你可以有灰度 深浅不同 有252的八次方 可以有256个灰度 是吧 但是如果说你要彩色的话 RGB 红绿 蓝 要三个字节 三个字节拼起来 又可以组成各种不同的 那个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一讲呢 主要是就是讲到 内存 呃 存在内存中间的这些 能量的彩色 的要用到 red green blue RGB 每一个在 每一个颜色是一个字节 三种颜色三个字节 单颜色的只有一个字节 灰度 从0一直到FF 一个字节嘛 可以表示256个灰度 这个就可以表示各种色彩 所有这些东西都存在 显示RAM里头 显示RAM里头的内容 跟你要显示的东西一一对应 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些东西是怎么来那个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一下还是以前的计算机 现在的计算机 就是说保护模式下的内存管理 你们本章的不要看了 可以看最后一章 以后再看 就是保护新的书就给拿掉了 这里讲了一点保护模式下的 那什么叫保护模式 反正后面你们看最后一章就可以看到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乘主器这一章就介绍完了 下一次呢 我们就介绍Io机口和总线 你们回去以后就把这个作业做一做 有没有什么问题 讨论一下还有两分钟 我后面就不介绍 这么多的 有没有什么解决